各位线上的嘉宾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将进行众所期待的 由数位人文创新人才培育企划资源中心所举办 110年全国大学校院数位人文大数据学生竞赛的 最佳人际强投票FB公开抽奖直播 现场我们邀请到会计师事务所的杨红斌经理 来担任公开抽奖的见证人 线上也同时邀请到教育部支科室的廖东山先生 有请东山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女好我这边是教育部廖东山 那另外呢我们也请奖金猎人平台的业务会接人员廖先生 也请廖先生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这边是奖金猎人的后台人员廖正林廖先生 好谢谢您来共同参与本市的直播抽奖活动 这次比赛过程也是计划执行的四年来最精彩一次 本市三组总共收到133件投稿作品 从中由专业审查委员严选出总共33件优秀作品进入公开展示阶段 并由各位投票者在期间决选出各组中最受欢迎的人气创作作品 那依据竞赛报名简章 我们会抽出40位中奖名额 但因为这次平台系统模组有稍稍的改变 将投票记录分作三组 因此奖金猎人平台方也特别在投票结束之后 选出整合达3000多笔投票记录 并将各自去试别化 也就是大家现在在荧幕画面上看到了这份抽奖名单 接着我们就来进入正题 抽奖前我们会将这份抽奖名单上 所有投票的人的名字email还有电话都会入线上抽奖工具 来进行抽奖 将抽出40位正取取20位备取 总共60位名额 那这个线上工具也是经过主办单位多次测试 确认是完全可以正常的做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试抽一次 现在试抽结果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来正式抽奖了 好很快的中奖结果出炉 那可以快速的看一下这个名单上面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这边总共正取40位 那接着就被取20位 所以总共是60位名额 那之后我们将在明天公布竞赛前三名 以及加做榜单时同时公告本次抽奖的中奖名单 而领奖相关的资讯及铁选文件 其各位候奖者务必详参 竞赛官网上报名简章的第六项奖金领取中的注意事项 并于公告的期限之前将领奖资料寄到主办单位 否则以其不受理 将由被取名当地步 那本次直播抽奖活动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收获参与